哈囉,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我們今天老玩之後要新出的 《香煎仙火》大型資料片 那謝謝EA讓我們提早玩到 那我們玩的是開發中的版本 所以說某些內容可能還不是最終版喔 之後可能還會有改變 然後畫面上會有我的伏學印的ID跳來跳去 請大家多多見諒 那個是我無法控制的 好,那這次的資料片是以農場、鄉村為主題 所以我想說這種大自然相關主題的資料片 真的是非常適合來個Racks to Riches的challenge 就是從0元開始的挑戰啊 所以我想說我們乾脆就來個mini的 平民法案復工挑戰 我們嘗試透過這個新照片的玩法 這個新照片的內容 像是種田啊、養動物啊等等之類的玩法 來賺錢 然後蓋住我們自己的家 蓋住一個農場 感覺就超有成就感的 好,那我們這次要來玩的人物叫做Kai 我創了一個比較可愛風格的男生 因為我玩的是那個開發中的版本嘛 所以沒有我們平常的存檔 也沒有任何的模組 就是完全原汁原味的遊戲 然後再來我幫我選擇了這次的新報復 叫做鄉村管理員 它也包含了滿多的農場相關任務 像是要我們養牛啊、養雞啊、洛馬 跟狐狸、兔子、鳥社交 然後到這個新地圖的不同社區去逛一逛 然後再來它的個性 我幫我選了這次的新特徵 第一個是動物愛好者 它很喜歡各種小動物啊 而且有這個特徵的話 我們會解鎖一些新的 跟動物相關的互動選項 然後再來它是有乳糖不耐震的 就是它其實不太能吃乳製品 也不太能喝牛奶 可是偏偏它又是個貪吃鬼 它雖然吃各式各樣的美食 可是只要它吃了這個乳製品的時候 就覺得腸胃好像在乳動的感覺 也有種想要奔上廁所 可是我們家裡並沒有廁所啊 這個是我們家 目前是一塊空地 然後我們的錢是零塊錢 沒有關係 我們只是要看我們的雙手來賺錢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個新系列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哦 我給我很大很大的鼓勵 非常的感謝支持 然後我想我們在開始玩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次新地圖的樣貌好了 這次地圖叫做Henford on Bagley 它的翻譯叫做Henford on Bagley 它是帶點英式風情的 和歐式風情的鄉村地圖 然後分成了三大社區 我們剛住的地方就是這個社區 這個是比較原始風格的地方 叫做布蘭伯武德森 這個地方包含了很多森林 還有很大的瀑布 還有各式各樣的小動物啊 再來還有這個比較偏向社區的地方 叫做舊星亨浮郡 這個社區的名字還蠻有趣的 擁有連綿的秋林 各式各樣的宅地和社區花園 這五星亨浮郡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要過往秘密的故事了吧 原來如此 這個地方原本叫做小亨浮郡 居民決定將其重新秘密為新亨浮郡 試圖擺脫這個小的字 小小不好的 小聽起來蠻可愛的啊 然而 由於忘記告訴國家地圖製造商 這裡簡簡在地圖上正式消失了兩個禮拜 受到告知重新寫入地圖 需要再一次改名之後 居民於是選擇了舊星亨浮郡 這太好笑了吧 這個名字也一票之差贏過了另一個選擇 星星亨浮郡 我感覺看完這個秘密之後 這個社區瞬間變得有故事性了 是吧 然後再來下方這裡算是市中心的地方 有包含農夫市集還有個酒吧還有些房子 這裡是芬奇維克 古老的模仿村莊芬奇維克就是Finchwick 這裡有豪華且觀星極滅社區 還有一個充滿歷史感的廣場還有酒吧 這裡會舉辦各式各樣的村莊市集農夫市集 然後還會舉辦比賽啊 跟農夫比賽 哇然後馬上看到旁邊有隻狐狸耶 叫做柯娜 我們可以看他 然後他可以要求他不准偷錢 欸不要跑掉啊 欸不要跑啊不要跑 我們剛認識的柯娜 可以跟他交朋友嗎 欸他跑超快的這個狐狸 因為就是以後如果我們農場的話 狐狸可能會來搗亂啊 所以如果我們跟他關係夠好的話 就可以要求他不要偷我們東西 可是他跑掉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所在這個地圖 超級誇張超級大 哇這個瀑布 有一種好像我在什麼大自然風景區的感覺 是吧超靠亮的 然後這個地圖真的是大到很誇張的地步啊 我感覺好像我看看會迷路的感覺 然後這裡中央有一個充滿歷史古蹟的地方 這個也很酷 而且旁邊這裡還會像我的涼亭我剛好看到 在這裡可以在涼亭這邊坐著夜餐 是不是超級調的 喔這個狐狸跑過來鳥的這個地方耶 我們過來這裡好了 我們可以欣賞野鳥群 看他會不會出來呢 我們可以跟他社交展現舞步 都要跳舞嗎 應該要被他嚇跑吧 OK都要彈吉他耶 我突然想要買一把吉他了 因為這個地圖很大 所以跑過去還有點時間啊 要不要跟我們交朋友呢 欸他背對我們耶 不理我們 還仰天長笑嗎 怎麼你很可愛啊 這次自動片我覺得小動物的那個動畫 都做得超級生動的 讓我們跳個舞給你看 好吧看他真的是被嚇跑 哇這地方還有個小的很有情調的野餐區域 還有這個燈室 這晚上看已經超美的 然後旁邊這裡 有一個很特殊的NPC的房子 在這裡 他在家嗎 啊可惜他好像不在家 不過這次新增一個超闊功能 我們可以選擇將鏡頭聚焦在生物管理員上 這個是生物管理員的房子 我們還在旁邊啊 我們就可以輕易的找到NPC 那這次的照片 他們新增了一些特殊的有故事性的NPC 他們是有背景故事的 而且他們還可以提供一些特殊的任務啊 我們可以藉由解他任務 然後獲得一些報酬 然後探索他們故事 他叫做貝爾 麥可 還是麥可嗎 嘿麥可 有沒有任務給我們呢 然後我們還可以跟他購買動物服裝 如果說之後我們有養動物的話 然後再來我們還可以來一次橫幅交信 他還告訴我們一些關於這個地段的 特殊的故事 提供跑腿拆室的協助 我們來看 看到提供什麼樣的打工機會呢 讓我們賺點錢吧 或是給我們一些禮物 他說沒人喜歡被吐口水 真的 就連狐狸也是一樣 要是你到狐狸找麻煩 就把落馬放在正確的地方 口水吐到那些牆盜不敢亂來 喔對耶 之前我在預告片裡有看到嗎 就是落馬可以吐口水 保護那些小雞啊什麼的 好我們看 他要賣什麼衣服呢 有兔子的衣服 落馬的衣服 還有狐狸的衣服耶 太酷了吧 可惜沒有錢還不能買 那這個衣服好像是每天都會變的 所以可以時常來看 我們可以從橫幅昂貝格裡 各個當地人的地方 接到最多三個的跑腿拆室 所以可以同時接三個 蘑菇狂熱 還有簡單請求自然復首 我們接錢最多的好了 蘑菇狂熱 你喜歡蘑菇嗎 嗯 我比較喜歡金劍菇啊 我可是愛死了 在這些森林中有些不少很棒的蘑菇啊 我希望你幫忙採摘 好啊 然後他會給我們獎勵 會給我們農產品 什麼可以種東西嗎 給我們花朵 肥料 還有動物服裝 太棒了 就接這個 他說啊好耶 我就知道能指望你 你用我一起走上快樂旅程吧 我要你替我找點 巧克力莓果和辛辣蘑菇 這樣我就能做一道特別的蘑菇泥給你吃了 呃 我不太想吃 雖然味道有點怪 但你應該會發現這東西 能讓你對附近某些生物 有更真實的洞見 什麼意思啊 說的夠多了 我們開始混吧 混出一道蘑菇泥 怎麼覺得他倒點魔法 喜歡的元素啊 喔這個跑腿拆式會出現在我們工作清單 還蠻方便 欸兔兔 我看到你了 不要跑 該老天 然後再來跟他設招 展現舞步 熱情的撫摸野兔 感覺有點恐怖啊 就是這次資料片的動物 跟那個貓勾總隊員資料片的動物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不能主動的把它 夾到我們家庭裡來 但是如果我們跟他關係夠好的話 就可以在我們的家裡 放他們的那個窩窩 他們就會過來了 他不出來嗎 我來試圖把你出來 嘿兔兔 我有 巧克力莓果 你想要嗎 喔不對 我有胡蘿蔔 兔子應該喜歡吃胡蘿蔔吧 欸他出來了 好可愛喔我的天 不要跑不要跑 來來來來 嘿兔子 要跟我們來一場 蘑菇探險嗎 他剛剛是好的意思嗎 他眼睛是紅色的 我又站起來了 說好可愛 然後點頭 嗯好好好 好一起走嗎 你給我們熱情的服摸一下嗎 喔他給我們包包 喔他給我摸兔兔 太可愛了吧 我的天啊 這是我有朋友養兔子啊 然後他們好像很少會翻兔兔耶 他們會給人摸 可是不喜歡給人抱是不是 就是兔子的這個樣子啊 好我們先來 仕途完成任務好了 這是什麼 附盆梅 就可以修成了 這個地圖真的超大的 喔藍梅 好也修成一下 你們喜歡吃藍梅嗎 我還蠻喜歡的 喔這個蘑菇嗎 是嗎 喔不是 只是長得像蘑菇 喔這裡 這個草克力梅 來修成 突然覺得如果來這個遺跡中間 放個帳篷就在這裡 感覺不錯 有種安全感 看到這個讓我想到啊 我小時候就是 也喜歡跟朋友 到那個學校後面 比較破舊的地方 然後在那邊玩 假裝在那邊 拔草啊 假裝做食物啊 野怪糗仙這樣子 但再加酒 啊對 這裡還有個超酷的 這個迷宮 蝸牛迷宮 就在這裡還有那個 景點給拍照 給翻找 跟蘇菲拍自拍 喔 這是誰大家看 你撒不要跑 這位是Scarlet 大家還記得她嗎 那位上過巴圖型的女人 我也不知道 穿了這支支照片型衣服 那對了 這個花園迷宮啊 他們是以EA的 舊金山總部 附近的一個地方 為靈感去設計的 還蠻酷 好我們還刷兩顆 巧克力莓果 我順便來找個青蛙 賺點錢 然後來看一下 哪邊還有 因為我們需要收集三個 也不太好找耶 就是任務是有難度的 因為它跟這個周圍的地圖 今天是完全人為一起 好那我目前是暫時找不到其他可以收成的莓果啊 所以我想我們去別社區看一下好了 好走吧 我們自己去 我們到市中心 大家看 這個廣場 真超可愛的 這邊還有一個 好像許願池的感覺 可惜不能許願 好小攤販耶 旁邊還有超多很可愛的房子 可惜都是兔子洞 真超可惜不能進去的 像這裡 如果這麵包店真的可以進去就好了 但是我們可以windowshopping 這個是新的互動 你可以點這個房子 然後假裝我們在逛街 哇 穿越這個廣場城鎮 真有氣氛啊 超美的 看似好像很好吃的樣子 想說啊 如果可以進去就好了 對啊 真的好可惜 那這裡也是 這個是衣服店 我們可以逛逛 或者是在這裡改變服裝 維化裝扮 可是人物無法真的進去啊 喔 後面這裡好水車耶 太酷了吧 那在市中心這裡有這個看板 我們就可以查看 關於這個世界的資訊 或者是了解村民 因為這次的照片呢 我覺得它包含了一點 故事模式的玩法 它有些特殊的NPC 會給你一些任務 再來還有一些特殊的故事 像目前我們看到人物的這些 這兩位都是Mrs. Crumblebottom 對吧 這個是Agatha 然後這個是Agnes 然後這個是 我們剛剛看到那位嗎 他是Mike嗎 然後這位呢 雜貨宅配員 對了 這次的照片新增了 可以訂雜貨到家裡啊 可以訂生鮮蔬果到家裡 酷吧 再來酒吧老闆 然後還有市場 還有剛剛賣蔬果老闆 那每位都可以給我們特殊任務啊 然後下次的活動 是在禮拜六的下午開始 有巨型農作物競賽 我們要種出超大的蘇果 或者是 喔做我們的拿手派耶 再來我們可以贏得獨特物品 我們看一下我們能不能接更多任務好了 跟她來一個有趣介紹 嘿克蘭普巴頓奶奶 有沒有任務給我們 我們刷點錢啊 嘿美女 喔這市長耶 應該是下市長的 阿是誰來了 是個新面孔 能看到村莊附近有新的人出沒今天太好了 你願意幫我辦點事情嗎 我聽說外頭有些勁爆八卦 什麼八卦啊 但我可只有兩隻耳朵啊 你能替我找到知道某些情報利益 以及不消極做過了什麼的摩西市民人嗎 這什麼任務啊 感覺蠻特別的 那我們再跟市長接個任務好了 市長的跑腿任務 市長叫做秋普拉拉維納 她說她提供我們 小小的自助當地旅遊 怎麼好 接著說這幾個好玩的跑腿差事 她會給我們一些報酬 好我們都接囉 喔原來剛剛那位老奶奶 她是說她要尋找夏可光媒合對象 是她是當地的媒人婆嗎 是這樣嗎 有點好笑啊 好那當我們在進行任務之前 我們先來酒吧上個廁所好了 我們有點急啊 這酒吧超美的 非常漂亮喔 很有特色 然後我剛看到了Scarlet是嗎 都來認識一下 看到自己的人物 認識其他也是我一定的人物 感覺好好吃 嘿Scarlet 我喜歡你的洋裝啊 這衣服真的超美的 對了我們得看 她從頭到腳 也全部都是這次照片的新衣服 啊解放舒服 然後我們先來解市長的任務好了 她叫我們在另外一個社區抓制 然後在雜貨店逛逛 然後還有詢問 雜貨 窄片人的夢想 喔對這邊有地心耶 她不是向我們跟地心講話嗎 我們試一下 嘿邪惡地心 不要裝了 你以為你真實無故大眼 我是看不清楚你的尖密目嗎 告訴我吧 你到底就要想八卦 看海正是嘗試與地心討論一下 但是什麼都沒有發生啊 她最好快想出一些令人滿意的內容 來回報給阿加沙 什麼自己掰嗎 這樣好嗎 自己掰 然後這位David也是我創的角色 我也認識他喔 跟他來個有趣介紹 喔這位是雜貨宅配緣的 我也認識他 他名字叫拉狐 所以 你的人生夢想是什麼 你喜歡這裡嗎 還是也許 還想到大城市呢 不知道了 因為不是很多青少年就會想說 啊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到大城市就好了 離開這個村莊之類的 有沒有可能 她說你想知道我的夢想嗎 我的心思時常會飄到旅行和冒險上 果然吧 一直幻想著要走出這個 我從小帶到大的小村莊 是吧 我就知道他是這樣想的 我剛剛了解到他是好動的個性 然後我們任務還要找到兩位單身的母影市民 所以要詢問他們有沒有單身是吧 青少年算嗎 好我覺得青少年可能不算 嘿美女你單身嗎 嘿不要跑 不過我記得那個 詢問是否單身屬於浪漫水上了對不對 讓人家誤會我們在搭訕他 叫什麼名字 叫欣怡 嘿欣怡 那個 嗯 你單身嗎 我覺得就是 這個地圖的那個奶奶 居然在出河裡面人呢 我覺得超級可愛的 我剛剛得知欣怡單身呢 太好了 嘿就是帥哥 叫做Simon 我來問他 問他是否單身 欸不要跑 被我們嚇跑了 我們剛剛得知Simon結婚了 可惜 要不然我們問這個伯伯好了 吳伯豪 喔他單身喔伯豪 好我們完成了 那我們可以邀請Agathel過來嗎 還是像他晚了 明顯一點 那他說嘿奶奶 我幫你找到了 讓個單身對象 感覺他們應該還蠻適合的 你要過來看一下嗎 還是已經睡著了 他怎麼說呢 怕他睡著 好吧 突然發生這個村莊 晚上看還蠻有氣氛的 好多星星 超漂亮 然後旁邊這裡 有個墓園 有一種淡淡的愛上 好那我想我們繼續寫任務好了 我們要到舊星橫府郡的湖中 抓一條魚 所以我們去別的社區喔 我們到了這個社區 這裡有一種霧蒙蒙的感覺 他說要我們在湖這邊釣魚 哪沒有湖 是這條嗎 河流嗎 這邊中間有一個好情調的小的種田區域 超酷的 我們來試一下在這裡後仰漂浮好了 不過奇怪我怎麼沒有看到可以釣魚的懸賞啊 沒有看到釣魚的牌子耶 哇我們進來踏水 感覺水還蠻深的 太享受了吧 在這裡半夜躺在這裡漂浮 超棒的啊 我今天湖泊在這裡啊 原來如此 我還有小的 鴨子 太可愛了 不得不說這個湖泊也太不明顯吧 我們來釣魚 肚子餓好我知道 釣到了我們就有飯給吃了 我對他換了另外一套衣服了 也是這支紙套片的新衣服 這支衣服我覺得其實都還蠻實搭的 有實穿款式 也用很精便的復古鄉村風格 哇這地方魚對我們來說太聰明了 沒有辦法釣到啊 你到底技能不夠 只看這任務其實 並不是說那麼豪傑耶 那我們先來採集附近的莓果好了 我們還插兩個巧克力莓 可是都還沒有長好 我們超級累 先過來這裡睡一下好了 看賺錢真實不容易啊 太真實了 好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戰利品 我們有多少錢 哪只有這可以賣十塊錢 我的天啊 這支莓果要賣嗎 兩塊錢 有點想要自己種欸 不太想要馬上賣掉 覆盆美 那對了這個莓果 我們好像可以跟生物管理員 換特殊的東西 好那我們先回到市中心 因為我想至少 我們有個任務可以回報了 對吧 我們可以回報那個 喜歡當迷人的奶奶啊 好順便逛一下雜貨店 這位一隻 Agnes 哎唷賣十字獸框欸 我們可以來練十字獸 這支的新技能 好健康點心 給我們的動物吃的 還有罐頭 對 這支的招片也新增 讓我們可以做果醬罐頭功能 可是沒有錢啊 都不能買 然後Agatha在這裡 他在刺繡 我們來跟他回報 單身模擬性命資訊 再回報 地精提供的八卦 哼 怎麼樣 你說地精 撞進兩個村民 在動物序棚裡面 做什麼來著 做什麼 蓋棉被聊天嗎 我的天 你讓我這老婦人都臉紅了 我真等不及了 十字獸聚會裡 跟其他老婦人 講這件事了 所以 我們任務應該算完成了吧 錢要給我們了嗎 我都打勾打勾啦 怎麼還沒有給我們錢 我們需要錢啊 阿嬤 提供分歧衛科鎮禮 這是什麼 要給他個東西嗎 給他個附盆子 嘿這個禮物送給你 這個是我在路邊 摘到的莓果 不是我精心準備的禮物 怎麼樣喜歡嗎阿嬤 要給我們回報了嗎 這個任務是有bug嗎 還是誰啊 為什麼我完成了 還沒有給我們獎勵啊 好 結果這個任務果然是有點問題 我重新開啟遊戲之後 發生又跳出一個新的任務 我們還要把個甜點 配送給阿嬤沙 我們才能夠滿足他的甜食慾 原來如此 所以說我們還不能直接完成任務啊 我們還差一個 好吧 那我剛想說我們的釣魚等級 不是不夠嗎 所以讓我們的卡爾怪 這裡釣魚 雖然說他現在很累 可是 我們釣魚的時候 拿到好東西 我們釣到了 柔衣女士的烏毒娃娃 哇 這個九百物啊 我的天 馬上賣掉 這個呢 升值零件 十塊錢 好賣掉 我們可以回家了 我要九百七 可以蓋一個基本炸吧 搞不好還夠錢買點動物耶 好我們先回家吧 期待期待 所以發生到啊 這些任務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解完了 都需要經過一點努力 像我們如果需要甜品的話 需要甜點 我們可能還需要自己的廚房 我們才能夠烘焙個派啊 什麼給他 要不然也有可能就是因為我選的是 報酬比較高的任務 所以相對難解也是有可能的 早就要選個幾個九十塊任務了 好我們回家 啊 又有狐狸在 他叫做艾雯 為什麼每個狐狸都是老年 我們夠錢買個動物觸棚或者雞射 我們可以兩個都買耶 所以我們可以兩個動物都有 雖然說 感覺其實我們還蠻需要個床的 還是要買個床 還是先買雞 呵 因為我覺得好像時常續很累的狀態 要不然我們先買個這個大型的觸棚 然後再買個床好了 最便宜多少 兩百四 好貴啊 有沒有更便宜的 沒有了 睡在我們心愛的動物旁邊 我們還剩兩百三 我們可以買一些農田耶 你就可以開始種農作物 雖然說農作物其實可以結束在地上啦 可是感覺這個農田更有氣氛 我突然想到 這樣怎麼是不夠錢買動物了 動物多少四百塊三百五 好吧 看了也不能有床鋪了 就是床鋪賣掉 我們先買一隻落馬好了 要白色的還是要米色的 來個白色的 有了嗎 我們還完成里程碑 我們接觸了友善點心食譜 太酷了 可以打開我們記事本 對了 這個記事本的那個 UI的樣式也改變了 像今天生活友善點心 用蔬果一幫做點心 呼喚白色落馬鍋 他來了 天啊他走的樣子好好笑啊 有點滑稽感 然後我們還要處理下去之後 會顯示他年齡是青年 幸福感良好 還有整潔度 飢餓度 照顧度 下次採收 可以採收他的毛 欸洛馬 你都不知道你有多幸福啊 你還有房子住 我連一個床鋪都沒有 知不知道你多幸福 哇有極光欸 因為這裡空氣很好所以有極光 太棒了吧 那這次不是還有超大型的農作物嗎 我們可以買巨型農作物種子 我們試一下好了 買個窩具種子 我們就可以點擊 重蝕巨型農作物 然後全這個 喔一次學消耗一個喔 原來如此 那我們種了兩個好了 這邊這個覆盆沒 我們都種一下喔 還有藍莓也是 這都種一種 這邊提升園藝技能 那我們站在旁邊剛好有這個瀑布 過來可以釣魚 這個西瓜 硬的這個星星真的好漂亮喔 我拿到一個藏寶圖 天啊 這可以幹嘛 可惜不能帶洛瑪出門 要不然還蠻想要帶洛瑪去逛街了 提醒不要讓個愛給你洛瑪 熱情的撫摸洛瑪 來試一下好了 欸洛瑪 你是我第一個朋友 你是我們農場的第一個夥伴啊 哇看他很開心 他還有牙齒欸 小牙齒 哇包包他 哇感覺好棒喔 摸摸他 之後我也想幫他買新衣服 好我們剛剛帶到了魚 我賣一賣 這個六塊錢 這個呢 四十四元 還不錯 金魚呢八塊錢 喔喔 巧克力的莓果又長好了 再修繩一次 只有這一顆嗎 因為我今天想要完成至少一個任務啊 想要細一下看看要給我們什麼報酬 喔這邊還有一顆 太好了 全部修繩 喔不只三顆 我們有二十一顆耶 我的天啊 那為什麼昨天只有一顆 你學務管理員 他剛好在 馬上 我們花費了好大力氣 幫你收集到了這個莓果 巧克力莓果 他喜歡嗎 然後我們還要收集六個辛辣蘑菇 好吧看這任務真的是不太好奇了 我們看看換取莓果 可以換什麼東西 喔原來如此 可以有兩顆巧克力換副盆莓等等之類的 早說嘛 我就用副盆莓交換巧克力了 這代表說他有很多巧克力 可是他又叫我們 拿給他 喔我們可以剃他毛了 這麼快嗎 欸他髒髒了 應該要幫他洗澡 嘿 洛瑪那個 嗯 不要難過 我們要來剃你的毛了 動物不就超不喜歡被剃毛了嗎 喔喔喔 喔他生氣了 喔 喔他咬我們耶 喔 欸他把我們那個東西咬走耶 哇這個傲嬌的洛瑪 我們可以進去喔 他在幹嘛 他在打掃觸棚 我覺得很可惜 我們竟然看不到裡面 好想看裡面喔 哇那我想我們今天先玩到這裡 至少我們今天成功的 擁有了我們第一隻動物 還有個簡單的小花圃 也種一些蔬果 正是開成了農場生涯了 好那玩到目前 我覺得這照片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的地圖 真的非常漂亮 很多細節 還有那種英式鄉村的悠閒感 那他總共是12個地段吧 對 不是很多 可是也不算太少 算是中間值 然後再來就是 這照片算是以農場 鄉村為主題 我們可以養很多動物啊 然後可以種植作物啊 等等之類的 可是其實我感覺 他還包含了一些 不是專屬於農場的玩法 像是我們剛剛前面玩到嘛 就是很多的新的任務系統 我覺得這任務系統其實玩彩非常新鮮 和以往的照片有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我們透過這些任務 可以更加了解NBC的個性 有種好像讓他們比較活彩感覺 而且提供玩家一些目標來遊玩 我也覺得不錯啊 那這個照片包含的一些玩法 其實也蠻多元化的 像我們還可以玩十字秀 可以做果醬 可以做派啊 然後還可以養不同的動物 像是牛啊 雞 我們都還沒有養到嘛 我覺得是一個就是 需要慢慢的去體驗 慢慢去品嘗的照片 因為種植農作物 不是馬上就可以完成的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 而再來就是 也需要一點錢啊 就是感覺當農夫 並不是那麼容易賺錢的職業 目前玩彩 這點感覺蠻真實的 需要錢 才能夠體驗更多的玩法 沒有關係 我們的開會努力賺錢的 落馬 努力一點 趕快長毛 好吧 那我們就先往這裡 我們下次再繼續 那喜歡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想看到更多後續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 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控制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